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当今社会极其开放 从中学到大学 从高官到平民 那么多造邪淫的人 况且社会上包二奶三奶 找情夫情妇 搞婚外情的人随处都有 而所说的邪淫报应不过是部分人而已 能显而易见的更少 这种疑惑不仅没学佛的人有 连学佛的人也会有 有这种疑问其实正常 看看周围的环境 邪淫的事件多 而显着的报应却似乎看不到 特别是那些大富豪 显赫家族的人 玩美女是一个接一个 却照样风光富贵 企业强大 身体也保养得挺好 还有娱乐圈的种种类类 难道报应不找这些人 因果报应对众生不是均等的 事实绝非如此 因果报应人人接受 管你是中国人 外国人 富豪还是穷人 当官的还是平民 犯了邪淫皆有报应 不过邪淫的报应有许多种 时间跨度也很大 并非三五年内 十年八年都能看到的 有快速报的 有几十年后慢慢报应出来的 有显现在子孙后代报应的 有死后报的 也有格式报的等等 并不是所有邪淫的人马上就遭报了 这跟个人命令的福分大小有关系 有些报应确实是难以见到 所以现世的一些人便不相信因果了 认为根本没有善恶报应 便肆意邪淫 毁乱社会 以至于搞得当今时代邪淫之风日盛 简直处处是邪源 处处是邪淫色情的局面 其实犯邪淫的业障非常重 报应也很厉害 并不是像多数人认为是什么身心解放 自由时代的人性发挥等邪见 而是道德沦丧的借口 观察古今中外生活中的一些实力 大家便能知道 烦泛了邪淫的人报应很重 看看美国显赫世家肯尼迪家族 分析一下不难发现 非常显而易见的邪淫报应啊 肯尼迪家族一书单单看了封地文字 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家族 像肯尼迪家族那样光芒四射 也从来没有哪个家族像肯尼迪家族那样灾难重重 这个家族包含了人类所有戏剧性因素 雄心壮志 荣华富贵 权力 性 以及死亡 更评论说肯尼迪家族总是跟意外 葬礼 这些字眼 分不开 看后触目惊心 为什么一个显赫的家族竟然不能平平安安 却连连出意外呢 细读内文明白了 天道昭然 这是邪淫太重的后果 肯尼迪家族的男人们各个风流成性 堪称色中高手 当一个人不管在其他方面多么有成就和建树 如果犯了邪淫 也无法逃避报应 透过肯尼迪家中媳妇们的一句话 对他们家男人的风流便略见一斑 曾经贵为第一夫人的杰奎林跟弟媳穷聊天 两轴里都是被丈夫深深伤害的女人 穷向大嫂杰奎林讨主意 早已心如死灰的杰奎林说 肯尼迪家的男人们就是这样 他们都是建裙子就酸的角色 女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那些臭名昭著的艳星是他们追逐的对象 身边的女人也不放过 穷向杰奎林倾诉 他弄一个两个我都可以忍 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女人纠缠 甚至认识才五分钟的女人就勾搭上 放荡成性 怎么忍受得了 其实杰奎林的处境比地息更差 虽然身份尊贵 但却奈何不了丈夫在外面放荡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对政治家们的私生活并没像现在这样严格 只要政绩好 对别人的私生活是没管那么多 正是这样 杰奎林的丈夫风流成性 包括艳星梦露等有一大堆女人 而且他们兄弟还共享女人 不分时间地点 也正是这样的风流乱交 过度地邪淫 肯尼迪家族在权力和金钱都拥有的情况下 却总是出现意外 灾难 这个家族的灾难有 私人飞机坠海的 车祸身亡的 滑雪撞树身亡的 枪杀的 患癌的 这么多横祸啊 邪淫的报应不能说不惨重 可是有谁意识到了呢 照样邪淫 不要认为外国人不信佛 不相信英国就没有报应 一样有的 丝毫不爽 邪淫的人没有好运 就算有好运都没用 出生在这种险赫家族 邪淫之后 照样衰运降临 曾从一位朋友那听说 一位身家上亿的老板 制药业 玩女人就像上酒楼吃饭那么随便 二十几岁的时候 两夫妻只图身体享受 言喻太盛 也不保养身体 女的不知咋弄的 因流产失去生育能力 抱养了一个男孩 长大点后发现有智障 养这小孩倒也算积了点功德 但这人根本不懂佛法 因果 照样邪淫 玩女人 还不时想要找女人生孩子 后来也没听到这人消息了 大概是不可能有自己的子嗣了 报应啊 年轻的时候夫妻两个欲心太重 已导致了恶果 可不知忏悔 仍然毫不节制的邪淫 虽说颇有家产 又移民海外 却是绝色了 别人看他还很风光 大老板 花天酒地 却不知已经受报了 日后还有什么报应 更难以预料 邪淫的报应真实不虚啊 还有一个也是广东的 早年创业颇有成就 住别墅 开辆车 但言语心太重 喜邪淫 好女色 后来其妻子又去找别的男人 真是应了妻子还债 然后离婚 加散 移民海外 后又疾病缠身 不知道的也认为 人家过得风光 其实早已千疮百孔 邪淫报应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要以为看不到 其实生活中已显示得清清楚楚 以上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这是我们没有灵眼的人 都能看到的 若是开了天眼的人 还能看到更多 邪淫真是害人害己 害家人 害子孙的一个重野账 千万不能犯 甚至 甚至 对于有的人 邪淫 却没有受到果报 小万想说说 自己 对此的看法 有时候 我们会想不通 为何有人出生在 条件富裕的家庭里 有人却生在贫困 或者条件一般的家里 我们常常会觉得 这世界真是不公 就开始生起 消极的心态 看着那些富二代 就有种仇视的感觉 心里那个羡慕极度恨 嘴却很硬 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个富二代吗 等等 其实那是我们不懂得 因果的规律而已 就好比你从前对我很好 帮助了我很多忙 不失了钱财给我等等 等我有朝一日发达了 我定会回馈于你 我们把它时间拉长 从前世你做了很多不失 今生你就能感受到 你前世种下的烟 会有很多有缘的人帮助你 你怎么帮助他的 他也会帮助你 这是种良性循环 相反你怎么恶行对人的 人就会怎么反击你 我们就是把因果拉短了 在今生看也是一样的 在感受果报的时候 互相之间不要埋怨 这都是自己的业 珍惜夫妻间的缘分 不要吵 不要闹 不要离婚 好好地过日子 会过日子的人 就是有修行的人 不会过日子的人 就是没有修行的人 好好的生活 这就是修行 你好好在生活中修行 家庭和睦 心情舒畅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这就是吉祥圆满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 当然 小万举的是 因果里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在我们生活中 善恶业是互相掺杂的 所以因果的形成 也是互相交织错乱的 所以每个人的命运 都是各不相同的 善恶业 什么时候成熟 也是我们凡夫 看不透的 所以不要因为 看到某些 看似违背燕果的个例 就认为燕果是不存在的 因为你只要善于观察 会发现燕果 在我们生活中 无处不在 所以老话说得好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通过今天的内容 希望可以对你 以后的修行有所帮助 无论对于家庭 还是爱情 我们切不可 做那些 有损修行开悟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 小万说得没错 欢迎把视频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喜欢小万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如果你还有什么 想要知道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 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吧